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绍平原本受邀参会 并做点评发言 但主办单位之一的美国律师协会中国办公室星期二突然致电莫绍平 称清华大学的官员不希望他出席会议 达兰萨拉消息 据西藏人权民主中心星期三证实 公安人员日前抓走西藏昌都加达县瓦拉寺的两名负责僧侣 和瓦拉五名佛学院的四名藏族学员 理由分别是没有在当局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教育好僧侣 以及涉嫌领导和煽动2008年春天江达县政府门前的抗议示威 首尔消息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韩国军方星期四将正式发表 关于天安舰沉默事件的跨国民军联合调查结果 此前星期二 韩国外交部已先向中国 日本和俄罗斯等30多个主要国家 介绍了调查结果的内容 邀请密切合作 韩国外长柳明桓 星期三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他认为北韩确实是肇事者 据悉 中国大使张新森并未出席上述调查结果说明会 而派遣了级别较低的公使出席 台湾中央社报导说 中国透过外交途径多次表明立场称 没有确凿证据 正明天见沉默事件是北韩所为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平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